第九百一十六集 有两位爷爷找您 龙神堡建在距离雍州城二十里外的湾龙河 这里有一座繁华的大镇 湾龙镇 龙神堡就是湾龙镇 以及周边村落百姓眼里的土皇帝 在百姓眼里 龙神堡说的话比官府还要拐用 湾龙河宽二十多丈 操运业务发达 湾龙镇上唯一的码头就被龙神堡掌控 靠着这个码头 龙神堡赴得流油 靠龙神堡吃饭的百姓多如牛毛 正因如此 镇上百姓遇到纠纷 就喜欢找上司龙神堡处理 久而久之 连湾龙镇的治安都归了龙神堡管 当代保主雷正是个火爆脾气 眼里揉不得沙子 很重视规矩 处理事情铁面无私 得了一个雷弓的美誉 雷弓雷正 膳食大刀 无品无者 与公孙家主不同的是 他是个不济女色的无聊之人 每日只爱炼刀 持着一口大砍刀 潜入河底挥刀 不挥够五百次 绝不上岸 镇上的百姓都说 如果哪天看到某段河面波涛汹涌 那一准是雷弓在河里炼刀 龙神堡 大唐内 雷正喝了一口茶 摸着手边的大砍刀 声音嗡嗡作响 我要去炼刀了 你有什么事 长话短说 别打搅我炼刀 雷正今年刚过五十 身高一米九 光头 浑身肌肉膨胀 体格比年轻人还要强健 给人的感觉是那种 一言不合就会拎刀砍人的莽汉 事实上 他确实如此 雷正的身侧 是嗜好女色的公孙向阳 这位年少时的花花公子笑咪咪的 你练了这么多年的刀 多久能进四品 雷正冷着脸 这与你无关 我得防着你啊 哪天你晋升四品 一刀把我砍了怎么办 龙神堡的历史 比公孙世家要短 当年龙神堡先祖 来雍州大天下 没少和地头蛇 公孙世家发生冲突 双方的子弟日日争斗 闹出过不少人命 后来因为团战规模太大 影响到了百姓 对雍州的治安 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 雍州城官府 介入其中调停 当然 那是两百多年前的事了 时至今日 双方虽仍有摩擦 但都在合理范围内 目里出状况了 公孙向阳的一句话 打消了雷正送客的意图 这位肌肉膨胀的光头宝主 眉头微皱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南山那座大幕 已经被公孙世家占据 基于默契 龙神堡不会再插手其中 除非公孙世家主动邀请 公孙向阳把目的的情况 以及轻衣高人的事转述给雷正 雷正双眼瞪得滚圆 与出闻消息的公孙向阳一样 升起了门口 埋了炮弹的危机感 冷静下来后 他冷冰冰的盯着公孙家主 我凭什么相信你 公孙向阳徐徐说道 你可以亲自下目看看 如果不怕死的话 那位高人的住处 我已经查出来了 就在居酒楼 他让公孙家勘劳南山 南山太大 想要勘紧了 需要不少人手 龙神堡和公孙家 都是在雍州混饭吃 他们不能置身事外 另外 我说的是真是假 咱们亲自去拜访那位高人 不就知道了吗 你是自己想去 但又不敢 于是拉上我壮胆 分探风险吧 公孙向阳黑黑笑着没有反驳 雷正握刀起身 在这儿等一个时辰 我练完刀再和你去 你竟不把那位高人放在眼里 高人不高人 全凭你一张嘴说 雷正保持怀疑态度 毕竟他既没下过目 也没在杨白湖吃过谢 仅凭公孙向阳的一席话 就想让他成黄成孔 公孙向阳蔫坏 只说是高人 却没说那首诗 不然雷正的态度会端正许多 居酒楼 桌边 摆放着新鲜的毒草 几枚瓷瓶 无两枝吗 许清安问殿小二 讨要来倒药罐 把毒草一股脑的丢进去捣烂 然后倒入毒蛇液 继续砰砰砰的倒 坐在窗边 木楠枝抽了抽鼻子醋梅 嗯 什么味儿啊 好难闻啊 把窗户打开通风 我在制作毒丸 说话节 他抓起一把芝麻 撒进导药罐里 王妃一眼打开窗户 但他并没有趁机呼吸新鲜空气 而是走到桌边坐下 娇横地拍掉许清安的手 夺过罐子 他指尖沾了些毒液 放在小嘴里瞬息 然后巴唧一下甜甜嘴唇 这些毒草药力一般 对你没什么帮助的 蛇的毒液味倒是不错 对花神来说 毒草也是草 毒花也是花 和普通花草并无区别 许清安直呼内孩 两人就此展开讨论 像是在讨论 共同喜爱的某种美食 我这次去地宫 找古师借了些毒液 数千年尸体中孕育的精华 他能极大程度的刺激毒蛊 使其进化 许清安说着 取出了装了蛊湿毒液的玉瓶 拔开筛子 沐儿太重了 沐南枝捂着鼻子溜走 许清安倾斜小玉瓶 黏稠的青色液体 缓缓倒入 滴入罐子 瞬间 导药罐里的草渣染成了深邃的青黑 只看色泽 就能让人联想到毒性 接着 他把导药罐放在小炭炉上 用文火制烤 烤到微微干燥便停止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他们团成小药丸 每天服一例 古师的毒液过于猛烈 以毒蛊现在的水平 一次性无法承受过量的毒性 不然会被毒死 小药丸团好之后 许清安把他们逐一摆在桌面 自然晾干 空气中充满了毒素 换成普通人在这里 不超过一盏茶 定然毒发身亡 慕南枝坐在窗边 边翻白眼 边看他在闹市街买的贤书 这时房门敲响 店小二的声音传来 客官 有两位爷找您 找我的 许清安一愣 语气平静地回复店小二 何人 他们一个自称公孙向阳 一个自称雷正 公孙向阳 公孙家的人 雷正又是谁啊 许清安 沉吟片刻 请他们进来 他猜测公孙向阳 是公孙家 辈分极高的人 或是公孙家主 按照规矩 一位得到年来 八百秋的 隐世高人在此 公孙家区区一个江湖势力 若要来拜访 必定是家族中 德高望重之辈 不可能派一个晚辈或家族中的小人物过来 最次的也得是公孙秀这种家族继承人 至于雷正 许清安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但既然和公孙家一起过来 应该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需要我去平方后面一臂吗 王妃抬眸看过来 不用 去把门栓拉开 王妃撇撇小嘴 摇着少傅风于诱人的屁股 走到门口 拉开门栓 恶请两个脚步声在门外停下来 接着一个唇厚的声音 恭敬地说道 前辈 在下公孙家主 公孙向阳 门没锁 第917集 跳水 房门推开 近来一位穿棉衣的中年男人 脸上挂着笑容 眼角鱼尾纹明显 这是习惯性的笑容造成的皱纹 另一个老者身材魁梧 背着一口大砍刀 光头 气质伶俐 给人凶悍 不好相处的印象 龙神堡主 雷正 光头老者抱拳 声音雄浑 嘹嘹 许谦缓缓点头 抬手示意 坐 这一刻 他目光温和 双眼蕴含着 岁月洗涤出的沧桑 态度云淡风轻 却透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威严 可惜 鬓角少了两抹斑白 公孙向阳不动声色的扫过房间 目光在大凤第一美人身上一掠而去 矜持又谨慎的坐了下来 雷正就要显得大大咧咧许多 看着许清安的目光充满审视 他已去过地宫 只在外围转了一圈 终究没有冒险进入古墓 因此 对公孙向阳的话 始终是半信半疑 多谢前辈对小女的救命之恩 公孙家无以为报 定会好好守护南山 不让任何人进入墓中 公孙向阳也是第一次见到高人 好奇心并不比雷正轻 他隐晦的打亮了几眼 没看出这位高人有何奇特之处 但正因为如此才愈发恭敬 雷正试探道 前辈 那地宫里的古诗是什么身份 许清安声音温和 小人物而已 小人物 那至少三品的协议古诗 在他眼里 只是小人物 公孙向阳心里一惊 他正要说话 忽然抽动鼻翼 伴随着头晕目眩 他惊得站起来 有毒 雷正同样站起身 后退几步 两人把目光投向桌上的黑色小玩 这是什么东西 几是散发了气味 就让我无法承受 公孙向阳亥然 到了无品化尽 世上大部分毒药都能依靠强大的肝功能排毒 眼前这些毒丸子恐怕一粒就能毒死无品 许清安语气温和带着歉意 刚自制了几粒毒丸 准备当零食吃 这便收起来 说吧 他捏起一枚丸子 塞进嘴里细细的咀嚼 吃下去了 公孙向阳呆若目击 脸色僵硬几倍发寒 雷正瞳孔剧烈收缩 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惊恐的情绪在瞬间有爆炸倾向 两位无品高手目光死死的盯着许清安 盯着他的嘴盯着他的喉咙看见喉结滚动 意味着那粒丸子咽进了肚子 为什么要拿毒丸当灵罪 不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果然是个可怕的人物 是影视的顶级高手 公孙向阳默默的挺直腰杆 公孙向阳没骗我 雷正被深深的震惊到了 他迅速回顾一遍自己的态度 为自己之前的轻慢感到担忧和懊恼 害怕已经引起这位表面温和高人的不满 嗯 好了 许清安把小玉萍收入怀里 其实论真实战力他打不过无品 除非他有办法把毒药直接灌入无品高手的肚子里 除了毒之外 他缺乏有效的击破铜皮铁骨的手段 当然 舞者同样也打不过他 因为七绝股手段诡诀 有太多的办法立于不败之地 等我把这些毒完全不消化 应该就能打赢无品 许清安心里想着表面依旧平静 正好 两位就算不来 我也打算登门拜访 公孙向阳和雷正对视一眼 前者立刻恭敬问道 不知晚辈有什么能为前辈效劳 许清安望着两人眼神温润平静 我想请两位帮忙召开雍州武林大会 时间定在一个半月后 这是他不久前想出来的办法 与其漫无目的地寻找龙器宿主 不如想办法把他们召集过来 一网打尽 虽然武林大会面向的是江湖人士 但以人类凑热闹的天性 肯定会有家境优渥的人士过来共襄盛会 之所以委托公孙家和龙神宝牵头此事 首先是低调 他得防备许平峰的后手 因此隐在幕后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时间定在一个月后 则是考虑到消息的传播 以及交通的不便 雍州各地人士收到消息 再赶来雍州肯定需要不少时间 这晚辈能否问一问原因 公孙向阳试探道 许倩本来想说 借拥兵群雄的事压制股师 这样会显得高深莫测 可是转念一想呢 身为得到年来八百秋的高人 镇压股师还需要雍州群雄的帮助 这本身就很低级没有割调 于是他淡淡一笑 因为有趣 公孙向阳和雷正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了 要召开武林大会 必须得有吸引人的噱头 不如这样 我们两家联合订一份雍州武林百强名单 邀请雍州各路豪杰进行比试 定制排名 这对那些喜好名声的江湖人来说 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嗯 还得有重金奖励 公孙向阳和雷正喋喋不休的讨论 许千安喝着茶喊笑旁听 半个时辰后 商议出结果的两人起身告辞 等两人离开 慕南枝看着他 一针见血的问道 你刚才是不是在扮演魏冤 许千安不理会 我们明日离开雍州城 去雍州各处转上一转 富阳县 小母马被主人牵着哒哒哒的走着 马背上拖着的 是从最帅的男人变成了最美的女人 慕南枝坐在马背上左顾右盼 这是一个不算太富裕的小县城 不管是年久失修的街道 以及同样年久的房屋 都在肇事这一点 行人的衣着也不够光鲜 样式和料子都比较平常 但富阳县的黄酒 是整个雍州都出名的 许千安这趟过来就是来喝酒的 王妃也喜欢喝酒 于是欣然同意 两人一马哒哒哒的走江湖 走到哪吃喝就到哪 途经一条小河 河上有座石板桥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 若是再有烟雨萌萌 家人撑着油纸伞 那便完美了 许千安牵着小母马上了一座石板桥 呼听不远处传来惊呼声 她和王妃一起侧目看去 上游处一位富人随着河水 再沉再浮 情况分外的危急 两岸的行人或支支点点 或者找到竹竿伸向富人 试图搭救 富人呛了几口水 脸上扭曲 努力扑腾的想自救 但水流颇急 自身又不通水性 越扑腾 呛进去的水越多 渐渐的就剩半条命了 救人 快救人 远处的百姓 见到桥头有人 立刻高喊 纵身跃下桥头 抓起富人的肩膀 脚尖在水面极点 轻飘飘的返回岸边 许千安脑海里完成一系列操作 然后他纵身跃下桥头 噗通一声 他砸入冰冷的河水里 奋力的朝着富人游去 七爵谷的七种能力 没有一个是能飞行的 周遭百姓这么多 许千安打消了在众目睽睽之下 利用恶暗谷救人的想法 有时候 粗鄙的武夫也能比别的体系更优雅 捞起落水富人的刹那 许千安心里涌起这样的念头 后生握着竹竿 一个老汉站在岸边 朝许千安伸出竹竿 在老汉和路人的帮助下 许千安抓住竹竿和富人一起被拉上岸 富人呛了口水神志不清 她脸色苍白 五官净颇为不错 是个极有姿色的小妇人 许千安一掌拍在她的后背 妇人吐出一大口水 昏沉的神志得以恢复 但她并没有死里逃生的喜悦 反而痛哭起来 让我死吧 死了感情 这不是张伯子的媳妇吗 好端端的 跳什么水呀 哎呀 她也是个可怜人 周围的百姓低声议论 第九百一十八集 不平事 打打打打 小母马踩着优雅的小碎布 拖着王妃小跑过来 她打了个响鼻 轻轻蹭着许千安的脸 后者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脖颈 将她安抚 王妃则解开挂在马背上的包裹 抓出一件青袍递给许千安 而后她看一眼小妇人略作犹豫 把自己的棉衣也取了出来 穿上吧 感染了风寒 救人也白救了 深秋季节 雍州的气候阴冷到骨子里 人刚从河里捞出来 不及时更坏衣物 取暖 一旦染病 死亡率还是很高的 老汉家就在前面 到老汉家去换衣裳吧 握着竹竿的老汉盲说道 许千安抱着干净的青袍和棉衣做衣 多谢老人家 当即牵着马拽着小妇人 跟在老汉的身后 周围的百姓依旧在议论 指指点点 或说八卦 或感慨张脖子的媳妇命大 遇到了一个水性好 又愿意在大冷天不顾感染风寒 跳水救人的 走了百米不到 老汉拐入铺舌鹅卵石的小巷 推开黑色的 补满腐蚀痕迹的木门 门口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头顶是四方天井 小妇人此时已是脸色铁青 嘴唇发白 浑身不停哆嗦 如果许千安还是武夫的话 契机杜颂 很容易就能驱除他体内的含义 但契机属于武夫的专利 在中低品级时 各大体系中只有武夫能施展契机 到了高品 其他体系随着肉身的增强 也能施展契机 但远无法和武夫相比 就如利谷 到了利娜的层次 他可以主动炼精画气 以肉身为主 契机为辅 更好的发挥战力 带他去换衣服吧 许千把大包裹取下来 丢给了木楠枝 王妃紧紧的抱在怀里 看了小妇人一眼 悄悄的把那件漂亮的棉袄 塞回包裹 取出一件不怎么漂亮的棉衣 刚才草率了 一不小心拿了件好衣裳 望着两人进了主屋 许千安在老汉的引导下 去偏房换衣裤 老人家 您要不先避避 许千安委婉的说道 老汉一愣纳闷 啊 怎么的 后生你还害羞啊 不 我是怕吓到你 许千安歉意的笑了一下 看着老汉没说话 老汉便把干净的汗巾 放在桌上 脱一出房间 许千安解开袍子 脱下礼仪 他前腹后背各有四根钉子 潜入血肉 伤口暗红 猙獰可步 他的头顶百慧穴 更有一根钉子封住了元神 封魔钉封印了他的修为 包括气力 如今空有三平五夫的皮屎 但挥不出足够的力量 便是想靠肉身坚硬这个特点 来杀人都难以办到 换好一套干爽的衣裳 许千安和老汉坐在简陋的堂内 烤着炉火 炉上架着一壶黄酒 两个人闲聊着 老人家 家里就你一个人住啊 是啊 家里人呢 老伴去年走了 有一双儿女 女儿嫁到外乡 好多年没回来看我了 至于儿子 老汉 老汉停顿了一下 略显浑浊的眼里闪过无奈 前些年水患 庄稼全没了 为了一家人填饱肚子 他随猎虎上山打猎 失足跌落悬崖 摔死了 一时沉默 许千安自己是经历过大悲大痛的人 所以不会说节哀之类的话 这时老汉提起酒壶 哈哈 这酒温到刚刚好变成 沸腊味就散了 厚声尝尝 家里没有多余的杯子 许千安清到酒壶喝了一口 眼睛一亮 味道鲜甜醇和 酸苦辣色皆有 却又恰到好处 咽下酒夜后 唇齿间富裕芳香久久不散 京城好酒数不胜数 但这种酒他确实第一次品尝 这时候再来一盘白切鸡和咸煮花生就好了 许千安心里遗憾的想 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找客栈住下来 和王妃畅饮到天明 老汉满意的点头 见他一副回味悠长的模样 满脸褶皱的脸露出笑容 听厚声的口音 不是庸州本地人吧 京城来的 老汉肃然起敬 哦 原来是京城人士 难怪了 后生跟你媳妇真是郎才女貌啊 喂喂 老人家你说这话良心真的能安吗 许千安心里吐槽 恰好这时呢 王妃和小夫人出来 后者脸色依旧苍白 纤细窈窈窃的身子因寒冷而微微发抖 老汉招呼两人过来烤火 许千安从王妃的脸色里看到了异常 似是极力压制怒火 怎么了 许千安把酒壶递给小夫人 顺利她喝一口暖暖身子 然后扭头看下慕南枝 老汉叹息一声 哎 张脖子是不是又去读了 小夫人低着头点了点脑袋 见状老汉评价 看来是日子没法过了 小夫人摇摇头 眼泪啪嗒啪嗒的掉下来 慕南枝小脸阴沉沉的 他男人把他送人了 送人呢是委婉的说法 事情是这样的 小夫人的丈夫叫张有福是个脖子 因为残疾的缘故 干不了重活家境一直贫寒 偏张脖子那是个眼高手低之人 不甘心过苦日子 于是沉迷赌博 几年下来 本就不富裕的日子愈发的过不下去 赌博十读九书 张脖子并不特殊 不但输光家财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其中最大的债主 是一个叫猪二的大混混 猪二串通赌场 榨干了张脖子的钱财 而后借钱给他 九出十三规 其目的并非为钱 而是看上了张脖子的媳妇 也就是眼前的小夫人 她以债务威逼 要求张脖子把妻子典当给自己 何时能还上钱 何时再来带回妻子 走投无路的张脖子 无奈答应签了契约 小夫人昨日被猪二带走 被迫尾身于她 金晨趁着猪二沉水 偷偷逃了出来 欲跳河寻短见 老汉听完又叹了口气 似乎早就料到张脖子迟早走到这一步 点七在大凤南方颇为常见 日子太平时还好 一旦遇到天灾人火 点七风气就会盛行 对于这样的风气 律法是严令禁止 但官府对此通常是睁只眼闭只眼 采取默许态度 许清安再次审视小夫人 确实长得标致 气质柔柔弱弱 很能激起男人的战有欲 慕南芝频频用目光示意 询问许清安如何处理小夫人 你丈夫欠那个猪二多少银子啊 小夫人抬头 怯怯的看他一眼低声说道 三十两 三十两银子不少了 在京城 这是殷实人口一年的收入 而在富阳县这样的小县城 三十两银子足够买一个大宅子了 不过赌钱的话就不能这么算了 如果小妇人没有骗人 猪二和赌方串通杀猪 那么三十两银子其实是一分都没出 空手套白狼套了一个娇媚的梁家小妇人 第九百一十九集 好诗 老汉低声说道 这个猪二是县里出名昭著的大混子 与县长的那只是败把子的交情 手底下养着几十号人 县里最热闹那片街都要给他交保护费 不满他的人很多 但是害怕他的人更多 上头有县长罩着 可以无法无天 而且还很聪明 会有合理的手段欺男霸女 许清安心里补充了一句 俗话说好人做到底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你丈夫欠猪二的三十两 我们替你还了 你回去和你丈夫继续过日子 二 契约不合律法 我替你摆平 但你要和你丈夫合理 事后给你一笔银子 你回娘家也好去别处也罢 都随你 小妇人垂着头细声说道 许清安知道 他选择了第一种 当即给小妇人留了三十两银子 牵着小木马和木南枝离开老汉家 后续有什么问题 到县城最好的客栈来找我 老人家 酒不错 谢谢款待 两人一马走出小巷 渐渐远去 老汉目送他们离去 回到屋子 恶然发现 那位后生方才做过的地方留了一顶观银 老汉这辈子都没见过分量这么足的银子 县里 某座三进大院 满脸横肉的猪二坐在堂内 脸色阴沉 朝着堂里的下属喝道 把那小娘皮给抓回来 给脸不要脸 以后就留在宅子里给兄弟们卸火 逃不着媳妇的兄弟这么多 正好无尽其用 那小娘子的滋味她已经尝过 猪二向来是个喜心厌旧的人 虽说契约里并不容许她这样处置 但那脖子一拼如洗 别说三十两了 三两银子都拿不出来 这女人从今以后就是她的 她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几个汉子吞了通口水 猪二很满意下属们的反应 认为自己的决定无比正确 极大的笼络了人心 这段时间以来 猪二觉得自己时来运转 这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一 她在赌方赌钱赢多输少 这里指的是没有出签的情况下 纯粹是手运滔天 二 她经营的几个铺子产业 生意突然变好 红红火火 三 原本态度不冷不热 一边收取贿赂 一边又看不上她的献太爷 忽然转了性子 与她称兄道弟 从赌场方面下套 榨干张脖子 而后以债务逼迫 把小娘子收入房中的主意 就是献老爷提点的 要不然呢 按照猪二的性格 她更喜欢霸王硬上弓 然后威逼良家女子服从 献太爷不愧是读书人 想的法子滴水不漏 没有任何后遗症 四 手底下的兄弟们 对她愈发的敬畏 忠心 财力和势力极具膨胀的猪二 甚至动了去雍州城闯荡的想法 比起雍州主城 富阳县这个小小县城又算得了什么呀 猪二收敛发散的思绪 思考着寻个怎样的礼物送给献太爷 女人直接从选项里剔除 献太爷会缺女人吗 银子也剔除 因为银子一直有送 且不够有特色 无法展现出她的心意 这时一鸣下属匆匆进来 二爷 张脖子和小嫂子来了 说是来还钱的 还钱 猪二一愣 差点以为耳朵听错了 陈生说道 让他们进来 恶请走路一蹶一拐的 瘦弱汉子 拉着一个滋容俏丽的小妇人进来 小妇人怀里鼓胀胀的紧紧护着 她脸上有几处瘀青 似乎刚挨过打 但依旧抱紧怀里的东西 不曾松懈半分 二爷 我们是来还银子的 张脖子点头哈腰满脸缠妹 猪二没有搭力 而是看向小妇人眯着眼 你跑哪去了 小妇人又紧了紧怀里的东西 有些畏惧 又强行壮胆的模样 我们是来还钱的 契约呢 银子呢 小妇人把布袋子取出来 里面装着三顶冠银 每顶十两 官银不是普通百姓能用的 倒不是说没资格 而是面值太大 普通百姓一般用铜钱和碎银居多 嗯 哪来的官银 猪二瞪眼大声问道 小妇人吓得一抖 张脖子连忙说 一个外乡人给他 当即他把事情说了一遍 小妇人回去后 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张脖子 张脖子当时的想法并不是还债 而是拿着银子去赌 但这个典荡出去的媳妇死命护着 他本就瘦弱 腿脚不便 一时竟抢不过来 只好妥协 先来把人给赎回去 我爱想人 有钱 猪二目光一转 忽然拍桌怒吓 贱人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趁我睡觉偷我的银子 把他们两个绑了 管到柴房去 张脖子夫妇脸色大变 哭闹着被拖了下去 关进柴房 二爷高明啊 嘿 张脖子哪来的三十两 说出去都没人信 必是从二爷这里偷的 二爷 那个小媳妇 一名下属露出垂涎欲滴之色 刚才猪二说的话 他们可是记在心里的 哼 急什么 人都关起来了 害怕逃走啊 猪二皱眉 训斥道 哼 没出息的东西 你去查一查那个外星人 看看是什么来路 嘿嘿 能随随便便的拿出三十两 就能他们拿出三百两甚至更多 知道吧 县城最好的客栈里 许清安手里拎着一壶酒 刚温过的酒 让酒壶也增了几分暖意 王妃坐在桌边 手边也有一壶酒 酒里泡了姜丝香料 他酒量不好不坏 喝了几口后 脸蛋脱红如醉 倒是有了几分娇美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饮者刘其名 好事 王妃大赞侧头看她 下面呢 许清安没好气的说道 下面没了 她慢悠悠的喝着酒 待会儿我去那个小妇人家里瞅瞅 既然帮了就帮到底 王妃感慨 其实不该管 这一路走来 或是一大堆 第九百二十集 状告 刚来到复阳县 就遇到小妇人跳水自杀 尴尬在于 她和慕南枝还没找到下榻的客栈 因此按照许清安的打算 是先在客栈住下来 再解决这件事 但小妇人会相信一个外乡人说的话吗 三十两银子在她眼里是巨款 事实上的确算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不拿出点实际的光是口头承诺 人家根本不信 回头想不开又跳河了 怎么办 因此提前给她银子 是安她的心 等自己找到客栈 再前去解决 这种民间小纠纷 早已不能给见惯大风大浪的许清安 造成丝毫的紧迫感 破事也是事 我曾经许过红月 约时间没有不平事 我管不了天边的事 但我能管眼前的事 许清安抿了一口黄酒 现在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好事并不能改变世界 就像当医生救不了国 想要世界少一些不平事 就得改变大环境 慕南枝单手脱塞 眼里闪烁着欣赏 因此 福门的许红院才关系到果位 这段时间以来 他听许清安讲过很多事 包括各大体系的修行不同 纯粹当故事听 大风第一美人毫无疑问 是冰雪聪明的 牢牢的记在心里 红院越大 果位越高 但相应的 难度也越高 许清安忽然愣住了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神书当年许的是什么宏愿呢 时至今日 他勉强看出一点神书的特殊 禅武双修且都到了极高的层次 神书算菩萨还是罗汉呢 这是他从未思考过的问题 但不管是罗汉还是菩萨 都是无上果位 这样的话 肯定会留下痕迹 举个例子 某位苦行僧许弘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比天下寒是聚欢言 那么 苦行僧必定要做出相应的举措 比如疯狂的盖房子 发展房地产行业 这样的话就会留下很明显的痕迹 如果能知道神书当年许的是什么宏愿 或许就能解开神书身上的秘密 了解他被分尸封印的内幕 三进的大院里 珠二眼睛骤放光明 带着一个女子 还有一匹战马 你确定是战马呀 那匹马特别神圈 个头也比一般的马高大很多 那身体曲线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负责打探的下属赞不绝口 战马是稀缺物 有钱也买不到那种 随着今年朝廷与无神教的战争 大奉军队死伤惨重 战马一下子变得更加紧俏 而在珠二眼里 直前还是其次 关键是他罕见 用来送县令老爷正好 这年头没人不喜欢马 尤其是好马 珠二才因许就灵机一动 去 去通知李补他 让他带几个兄弟 去山阳客栈 复阳县的黄酒确实不错 口感极佳 不懂酿酒的许清汉 只能猜测是水质或谷物的原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特色 离开复阳县的时候 买几滩酒带着 慕南芝抿着嘴乐滋滋的 对他来说 行走江湖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品尝各地的美食美酒 欣赏不同的风土人情 虽然途中会因为一些不好的见闻 让心情出现消极和不快 但那也是阅历之一 两人放下酒壶结伴出门 去处理小夫人的事 顺着楼梯来到客栈大堂 呼闻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四名快手 还有一群满脸横肉的凶寒汉子 冲进客栈 为首的中年男人穿着黑色围底 香红边的捕头拆服 这身装扮实在太熟悉了 让许清安莫名的生起亲切感 中年捕头目光一扫 看向客栈小二沉声说道 今日是否有外乡人住店啊 店小二立刻看向许清安和穆南枝 柴爷 他俩就是 中年捕头审视着许清安 有人状告你监污民女 跟我们去一趟衙门 我 监污民女 许清安觉得自己受到了巨大的污蔑 堂堂许淫罗如果想睡哪家的小娘子 这小娘子会开心的不得了的 何许监污呢 监污民女 语 客栈里食客们纷纷看过来 看到外乡人监污本地良家 食客们顿时露出敌视的表情 谁告我 有评票吗 许清安很清楚衙门拿人的流程 说话的同时 他目光自然而然地看向那群彪悍的汉子 看向其中一位衣着光鲜 彪肥体壮的男子 在许清安的视线里 此人缭绕着淡淡的金光 隐约有一道细小的龙影盘绕游走 这让他又高兴又遗憾 高兴是因为出来这么久 终于见到一位龙器宿主 遗憾则是这位宿主的龙器属于细散类型 不是那九道关键性龙器 那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黑了一声 我叫朱儿 便是我向衙门告的你 今天你在河边救了一名十足落水的女子 可有此事 许清安汗手 朱儿悲愤道 哼 你就是你 你以幻疑为有 将他带去了一个寡居老头的屋里 趁机将他给建屋了 他回家之后 向我哭诉了这个事 说着他看向中年捕头 李捕头啊 你要为草民做主啊 许清安恍然 脸色冷峻的盯着他 原来你就是朱儿 摄套坑张脖子倾家荡产 儿虎霸占齐齐 逼他跳河自尽 我见他可怜出手相救 并给了他三十两银子还债 怎么 坏你好事了 嗯 张脖子的媳妇 在你那儿 他心里生起明雾 凭借龙器和气韵的聚合效应 他这一路走来 迟早会遇到那些龙器宿主 只不过时间尺度无法掌控 可能需要一年 可能需要两年 甚至更久 文言 堂内的时刻立刻就懂了 虽然这是个外乡人 但县里百姓 谁不知道朱儿为人 谁不知道他和县老爷搭上关系 相比起他的话 大家更愿意相信外乡人 直说的 黎布头一脸公事公办的姿态 废话少说 跟我们回衙门 县老爷明察秋毫 从不冤枉人 突然高亢的马四声传来 伴随着惨叫声 第九百二十一集 斩 众人奔出客栈 只见宽敞的街道上 几名汉子正竭力制服一匹骏马 两名汉子负责拉拽缰绳 另一名汉子试图骑上去 但被小木马一个漂亮的悬身后踢 踢飞出去 气息奄奄的躺在地上 口鼻里浸出鲜血 猪耳又惊又喜 这匹马比他想象的更有灵性 心中贪念大赤 黎布头 他走马行凶 醉下一倒 慕南枝文言掐着腰冷笑道 你们不招惹他 他会伤人 分明是你们想偷马 慕南枝因为颜值太差 遭到了众人的无视 黎布头板着脸 这匹马也是共犯 统统都要带走 刚才是他吹了口哨 操控马匹行凶 最佳一等 猪耳断尸露出笑容 黎布头断案如神 大伙说是不是 他身后的汉子们纷纷大笑 街边行人纷纷围拢过来 指指点点交头接耳 诶 猪耳又要勾结这些污吏 敲诈谁了呀 似乎是个外乡人 哦 外乡人哪 那他倒霉了呀 唉 猪耳横行惯了 没人能治他 年初绸缎铺子赵掌柜 被猪耳敲诈了两百两 不服气 去衙门告状去 可县太爷和猪耳 是穿一条裤子的 赵掌柜就跑雍州城去告 结果被打了一顿板子送回来 铺子后来也被猪耳侵占了 小胜脸 别被听见了 要倒霉的 咱们复阳县没有许一罗 不然猪耳这样的恶霸早就被斩了 这就是虚立之货啊 在小地方 完全可以做到鱼肉百姓作为作福 许千安耳力极强 听着百姓们的议论 没来由的想起 曾经想整治虚立的未冤 李捕头哼声说道 愣着做什么 把马的眼睛蒙上 蒙上眼睛 马就会跟着人走 一名捕快 当即脱下差符 兜手展开 跑向小木马 小木马连连后退 奈何马将被两名汉子合力拉住 无法挣脱 他长思不绝 叫什么叫 再叫老子多了你 这名快手一边威胁着 一边把衣服往小木马头上蒙 但他没能成功 因为一粒碎银弹射过来 击碎了他的膝盖骨 快手当即身子失衡 量呛跪倒在地 而后抱着血肉模糊的膝盖 惨叫 他以后也是个脖子了 四周的喧哗声一下子起来了 街边行人们没想到 这个外乡人如此刚烈 竟出手重伤衙门快手 还敢行凶伤人 李捕头眉头倒数抽出智势佩刀 嘿嘿嘿 李捕头我们来帮你 猪二冷笑连连 从腰后抽出一把小臂长的窄口刀 他的下属们纷纷效仿 抽出了样式一样的刀 应该是许千安刚才那一下 让李捕头等人意识到他有几分本事 没有立刻围上来 而是握着刀 绕着他缓缓转圈 小步挪动靠近 双方距离不足一丈时 李捕头怒吼一声 奋力的砍出佩刀 他有些修围在身 一刀斩下 风笑声震震 其他人一拥而上 许千安抬手 轻描淡写的夺过李捕头的刀 反手架在对方脖颈 勾结恶霸 鱼肉百姓斩 刀锋掠过 一颗人头滚落 双眼圆等 鲜血如喷泉 两名快手 以及猪二等人面露惊恐 这个外乡人刚才出去平平无奇 只有夺刀斩首两个动作 这让他们分不清外乡人究竟是高手 还是李捕头一时大意 这时猪二看见外乡人转身看向自己 这一刹那恐惧的情绪在内心炸开 他的心狠狠的抽搐了一下 李生说道 你 你敢杀衙门捕头 这是死罪 许千安不理会 拎着血迹斑斑的佩刀 稳步靠向猪二 猪二惊恐的连连后退 握着窄口刀的手轻轻颤抖 下一刻他心里紧绷的弦绷 转身就跑 噗的一声 又一枚碎银击舌 击碎他的膝盖骨 由于惯性 猪二重重的摔在地上 接着他看见一双黑色靴子停在眼前 抬头看去 那个外乡人也在冷漠俯瞰 欺男霸女 斩 又一颗人头滚落 猪二的尸体上 一道浅浅的小金龙游走而出 腾云驾雾 似要乘风而取 徐千安取出地书碎片 镜面对准小金龙口中默念法诀 小金龙化作细碎的金光被吸入镜中 这一切普通人肉眼无法看见 两名快手以及猪二的下属战战兢兢 脸色沙白 手里的窄口刀当郎一声落地 徐千安回眸看去 为虎作娼 斩首 十几条手臂落下 十几条汉子捂着手臂 惨叫不绝 做完这一切 他牵着小木马 带着木南枝往长街尽头行走 过了一阵有人颤声说道 啊 猪二死了 他突然的激动起来高声喊道 啊 猪二死了 沉默被打破 人群沸腾起来 明明是血腥至极的一幕 街边的行人却拍手称快 振奋不已 这狗贼终于死了呀 呸 活该 碰到惹不起的人了吗 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啊 外乡人是个行侠仗义的大侠 下 城外 救出小妇人之后 许清安骑着小木马在关道上狂奔 木南枝已在他的怀里 身子颠啊颠断断续续说道 慢 慢 慢行 你太宽了 咱们这是逃跑吗 许清安专注驰骋 不然呢 待在客栈里等仙太爷调兵过来围剿 然后再杀光 我们现在是江湖人 做的是江湖事 木南枝喘着粗气 江湖是 哼 食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失了服衣去 深藏深域名 快意恩仇 路见不平 拔刀砍人 这就是江湖 说完 他不再理会大奉第一美人 一缕元神沉浸入地书碎片 灰蒙蒙的境内空间里 一条体型纤细的金龙 静静的凝固在半空 他像是被地书碎片封印 又像是在沉睡 第九百二十二集 姐妹花儿入怀来 我对龙气的感应范围没变 但可以通过地书碎片来增加这个范围 将来收集到的龙气阅读 范围会不会越广 另外 我现在也相当于龙气半身 运气会变好 每天捡银子的美好时光感觉又要回来了 我体内气韵已经彻底复苏 早已脱离了捡钱的范围 因此不得不用天谷布的手段屏蔽 虽然只是一道细小的龙气 许清安依旧振奋无比 七爵谷培育的还算成功 召魂中法器材料也收集到了两件 现在龙气也成功收集一道 任务顺利的推进着 四天后 两人来到一个叫平州的地界 许清安牵着小木马行走在关道上 今日阳光灿烂 许清安心情明媚 穆南枝坐在马背上 翻看着大缝地离制 一本正经的说道 平州是个好地方呀 矿产丰富 生产瓷器 看着看着 他脸色一垮 可惜 没有好吃的东西 没有好吃的 许清安断绝索然无味 不过 平州的婆娘尤为水灵 燕儿不俗且多情 穆南枝随后补充 多情 不管是形容男人还是女人 都意味着很容易勾搭上床 许清安眼睛一亮 脑海里闪过勾兰和青楼 好地方呀 你看你看 我随便一说你就来劲了 穆南枝指着他大声说道 啊 骗人的呀 许清安断绝索然无味 临近午膳两人终于进城 许清安盯着路边的小娘子猛看 发现大多姿色平平 穆南枝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突然两人听见唆呐声声 奏响富有节奏的乐曲 伴随着一阵阵沉闷 但是同样富有节奏的鼓声 转头望去 只见一队人马缓缓而来 前头高举旗帜 东海龙宫 队伍中心是一成轿子 他没有顶 用围蔓代替 铺设着兽皮和软枕的大椅上 坐着两女一男 透过轻薄的围蔓 年轻男子见眉兴目的极品皮响 清晰可见 他双手各露一个女子 嘴角挂着邪魅的笑容 似是非常享受左拥右抱的感觉 视而语他们低头而语 最引人侧目的 书内两名穿着轻便 丰满身段若隐若现的女子 她们是女子最诱人的少妇年纪 明眸若兴 绣眉四代 五官精致 她们长得几乎一样 但一个冷若冰霜 一个慵懒妩媚 都伴依在男人怀里露出甜蜜的表情 这两个成熟的水蜜桃随便拎出一个 都是那种拔尖的美人 一旦成双成对 那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许清安冷静的收回目光 她敏锐的察觉到周边行人羡慕极度恨的情绪 当然 她能察觉到这种情绪 和她自己也羡慕极度恨没有任何关系 东海龙宫是什么江湖势力 双胞胎姐妹花 许清安喃喃着不忍再看 牵着小木马迅速远去 一路问寻 两人来到平州最大的客栈 平州非常富裕 依仗着丰富的铁矿和瓷器 加之城外的草域码头商业发达 沐南枝看完大缝地理制觉得这里没有好吃的 其实闹市里有各种铺子买各种特产和小吃 作为城里最大的财源客栈 有着阔气的三层高主楼 后边还有几个雅院 提供给财力雄厚的客人 比如许清安这样的狗大户 这家客栈还有一个极大的特色 住在雅院里的客人 入住时店小二会奉上 城里规模最大的青楼 青瓷阁里的姑娘的画像 客人挑中某个 客栈就会替你换那位姑娘过来 哦 客栈的东家和青瓷阁的东家是一个人啊 许清安恍然大悟 然后在木南枝冷冰冰的目光里 恋恋不舍地把画像丢给了小二 不必 姿色一般我瞧不上 客栈小二慌忙捧住画像 勃勃地一搭 文言 顺势看了看木南枝 那客官自便 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院子外一直有人候着呢 他笑容满面地转身撇了撇嘴 就这个老阿姨的姿色 青瓷阁哪个姑娘不比她强十倍百倍啊 这位客官看起来年纪轻轻 虽说相貌平平吧 却出手阔阔 怎么就看中一个年纪有大又没姿色的女子 莫非是有着什么奇怪的癖好 当然了 什么样的癖好都不奇怪 客栈小二还见过喜欢惨绿少年的大爷呢 夜里在院外守着的时候 听见惨绿少年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当真是叫人居花一锦 许千和大凤第一美人坐在院子里喝黄酒 享用午膳 脚边摆着小火炉 温着浸泡姜丝和香料的黄酒 这时候再来个土鸡蛋就好了 敲进黄酒里一起煮 许千忽然想起前世老爹喝黄酒的口味 这时一位穿着点青色长裙的女子 不经同意推开了院子的门 她目光扫了一圈淡淡说道 这位兄台 我家主人住这座院子 希望兄台割爱 她神态居傲 但做事还算规矩 从袖中摸出一枚金顶 这是我家主人补偿给你的 许千安认识她身上的衣服 就是不久前在街上偶遇 举着东海龙宫旗帜的队伍 那个疑似龙宫公主的男人 左拥右抱一对双胞胎姐妹花 许千安侧头看向穆南芝 征询她的意见 后者摇摇头奄然一笑 他高兴在于 许千安总会给她最大的尊重 凡事都要征询她的意见 对于穆南芝来说 这是很新奇的体验 她觉得自己被人重视了 觉得和她相处时 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不是附庸关系 抱歉 一路奔波风尘仆仆 我们不想挪店 许千安婉拒了 电青色长裙女子 她秀气的眉头皱了皱 倒也没说什么 收回金顶 转身就要走 今儿你不挪也得挪 突然冷笑声传来 那位疑似东海龙宫公主的俊美男子 跨过门槛 趾高气昂的说道 第九百二十三集 冲突 她穿着黑色围底 绣金丝银线的袍子 环佩叮当 滑过一支气扑面而来 许千安扫了一眼 在她身上至少看见三处以上的余龟之处 我现在要还是银罗 女人已经没了 她暗暗皱眉 这位公主的态度让她反感 淡淡回应 布罗又如何 俊美男子的嘴角 一点点的挑起悠然说道 竹儿 教训她 点青色长裙的女子 毫无征兆的出手 两枚暗器甩向许千安 在她侧头避开的同时 这位俏丽的少女动若托兔 一记大开大合的崩拳 直冲许千安面门 全尽呼啸 突然她英宁一声 拳到一半 身子像是没了力气 脚步亮枪 战力不稳 练器巅峰 差了些 许千安喝了一声 一个鞭腿把少女给甩飞出去 她重重的砸在墙上 轰的一阵 捂着腰 小脸 煞白如指 冷汗淋漓 练气静的武夫 在她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她结合空气 靠呼吸吐出无色无味的毒气 就能轻易麻痹没有危机预警的炼气静 毒蛊能根据环境制造不同毒素 与空气结合能产生无色无味的毒气 效力差了些 只能麻痹 但足矣 力骨则极大增强她的力量 刚才手下留情了 不然一个鞭腿就让点青色长裙蓝腰折断 健壮 黑袍年轻人不怒烦喜鼓掌道 厉害厉害 这时一道清冷月耳的女性嗓音传来 李郎 你又闹事了 院门外站着一位轻力动人的女子 一袭青色长裙外 罩着件月白竹枝纹斗篷 清灵静雅 给人一种禁欲少妇的感觉 听起来的正好 黑袍绣金银丝陷滑跪逼人的俊美男子 摇指许清安 卓尔好言相劝 恳请他让出院子 他非但不愿还动手伤人 可怜我卓尔腾成这样 说实话 这位俊美男子的脾响 在许清安见过的男子里堪称顶尖 论精致 只有许二郎能与他比肩 被叫做清洁的女子秀梅青醋 审视了许清安一眼 阁下为何出手伤人 这看起来似乎是以这位女子为尊 许清安正要开口解释 谁知黑袍男子抢先开口 他凑近清冷女子耳边 清喝了一口气低声说道 我就要住这里啊 这里更安静 不仅最好 夜里与清姐把酒言欢 岂不美哉啊 清灵敬雅的女子 素白的翘脸上 浮上两团红蕴 清冷中增添几分娇美 确实是个有物 他美眸横来 态度改变冷冰冰的说道 你现在从这里搬出去 伤人的事我既往不咎 否则 否则如何 江湖意气固然爽快 但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现象同样普遍 且让人头疼 有时候几句话不对付 甚至一个眼神交汇 让对方感到不爽 就有可能大大出手 行走江湖时 如果有无脑反派 跳出来找茬 不要惊讶 因为是机操 对许清安这种混迹京城的人来说呢 确实有些水土不服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清冷女子哼道 哼 接我十招不死再说 他先手在肩膀一按 玄机猛的兜手 哗啦的风声里 月白竹之纹 斗篷飞旋着照向许清安 斗篷轻飘飘落下 没有照住许清安 他早已先一步出现在 两帐外的树影下 清冷女子出现在 他原本站立的位置 慕南枝的身边 伸手抓住斗篷 侧头砍向树影下的许清安 漂亮的眉梢一条 南疆古族的人 百惠学的那枚佛钉 封住了他的元神 让他失去武者队危机的直觉 但这不影响他的预判 在清冷女子出手的刹那 他便提前阴影跳跃 南枝去屋里 许清安淡淡说道 王妃很乖巧的溜回屋子 他的求生欲向来不错 绝不拖后腿 清理女子没有阻止 等慕南枝返回屋子 他急冲几步 塌裂脚下青砖 化作残影扑向许清安 许清安再次使用阴影跳跃 出现在屋檐下 身形刚闪现出来 竟被清理女子提前一步 察觉到了位置 进风呼啸 这位清雅美人出手凶悍无比 群居飞扬 狠辣的膝盖飞撞而来 许清安面不改色 左掌试图按下膝盖 右手成爪 一招豆腐乳 清理女子眉梢一扬 本就清冷的脸蛋愈发的如照寒霜 握拳打在掌心 啪了一声 许清安倒飞出去 眼见就要撞破房门 撞入屋内 他的身体突然消失 输影下 一道人影倒飞而出 复而消失 桌底下 一道人影倒飞而出 复而消失 黑袍男子身后的影子里 一道人影倒飞而出 复而消失 许清安的身影不停的出现在院内的阴影里 呈现倒飞姿态 连续闪现十几次后 终于化掉清理女子可怕的怪力 许清安连续后腿 化去最后的力道 他望向屋檐下的内袭清裙 脸色渐渐凝肿 四品五福 不 四品巅峰 不输杨艳和江绿中的可怕五福 小小的平州 怎么会出现四品巅峰五福 还让我遇到了 更大大意的是 居然和我产生了冲突 许清安心里暗骂晦气 表面依旧冷峻 平静地看着屋檐下的清丽女子 他缓缓抬起手 手背染上了一层清黑色 肉眼可见的一道道黑气 盘绕白皙肌肤往上蔓延 肌肤之下突起清黑色的血管网 滚烫的气机冲刷而下 试图将毒素逼出体外 清黑之气和滚烫气机僵持 黑袍滑贵年轻人满脸担忧 脸香惜玉得很 清姐没事吧 别过来 清丽女子呵斥 继而眉眼转柔低声说道 此毒极为厉害 许清安嘴角一挑 这段时间以来 他吞服炼化骨石毒液 毒蛊进化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 距离毒死一个四品巅峰肯定还不够 但足以对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就像现在这样 逼迫的他不得不运气逼毒 另外 他能瞒过武夫危机预警 是因为使用了天谷移星换斗的能力 黑袍男子恨恨的看了一眼 许清安沉声说道 我去找容姐 不打了 清丽女子皱眉 似乎对此颇为抗拒 走吧 他也不看许清安静止离去 虽然中了剧毒 但顶多是有些麻烦 受伤都不至于 更不可能危及生命 他不是怕了这个相貌平平的轻衣男子 而是点到极止 首先 对方展示了值得让人尊重的实力 仅为了一个院子 没必要真的打生打死 其此 这里是客栈 是平州城里 真要放开手脚死 都会死很多人 最后 双方其实一直在克制 他任由那个女人回房 清丽男子也没有趁机偷袭李郎 黑袍男子瞪了许清安一眼 抬脚跟上 揉声说道 清姐 疼不疼啊 我替你把东西吸出来 第九百二十四集 半个故人 两个人走了一阵 进入不远处的院子 这座院子更大 但精致不足 布景和器具等方面 远不如那对平庸男子所住的雅气轩 宽敞的卧室里 无烟的银骨炭熊熊 红燕燕的火焰舞动 软榻上 曲腿坐着一位娇媚的女子 她穿着轻薄的沙衣 裹着粉色的肚兜和白色的 直到大腿根的蟹裤 肚兜鼓胀胀的撑起 隐约可见雪白细腻 藏着凄凉的风情 五妹女子看了一眼 妹妹青黑色的右手 咯咯娇笑 今儿给你补了一罐 便知你要出事 清丽女子冷哼一声 她对自己体内的毒并不在意 反而见到姐姐一双雪白大长腿 勾住俊美年轻人的腰时 露出了不悦警告道 她今晚是我的 我 娇媚女子痴笑一声 娇声说道 堤狼 我和青儿 你更喜欢谁 黑袍男子 左看一眼 右看一眼 手心手背都绕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五妹女子轻葱欲指 戳她脑门 撑道 誘惑 顿了顿 她已在俊美男子怀里看向妹妹皱眉 那院子里住着的是谁 清丽女子摇头 她使的是古族手段 但却是中原人 五妹女子抿了抿烈焰红唇沉吟道 古族的古术从不外传 便是七大流派里 门户之箭也很严重 何况是中原人 清丽女子猝眉 不必理会 我们这次出来有要紧的事 尽量少惹无关人员 黑袍男子搂着姐姐风鱼的软腰看着妹妹 就怕是个同路的 用过午膳后 许清安带着木南枝逛集市买了许多幼色温润的瓷器 他把自己充当龙器探索器 一下午过去 并没有搜索到龙器宿主 这让他有些失望 黄昏前两人回到客栈 木南枝神采异异 意犹未尽 原本两人各睡一间屋子 但是因为白日里发生的那场冲突 王妃害怕对方夜里过来报复 于是又和许清安同房 分床睡 他裹着阳光晒过的被褥露露出一颗脑袋 黑亮幽静的眸子望着坐在桌边沉吟不语的男人 他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坐在桌边沉思 木南枝喜欢看着他坐在桌边思考 看着他慢慢进入梦乡 这样会有安全感 他把这种小小的安全感藏在心里 不告诉任何人 这臭女人要偷看我到什么时候啊 我的情谷又要发作了 要不夜里去一趟青楼吧 不行 东海龙宫势力就在隔壁 许清安在心里嘀嘀咕咕的 忍受情谷的过程 让他怀念起上辈子某段艰苦日子 删了硬盘里的老婆 退出所有总是发色图的交友群 依此来禁欲 今天看到那对姿色顶级的姐妹花 就像看到了色图 压下去的念头 顿时天雷勾地火般的涌了上来 不过话说回来 我确实该去青楼和教方司挥金如土了 青蛊不能总是压着呀 七爵蛊是一个整体 毒蛊差不多到瓶颈 想再更进一步 其他几种蛊术必须得跟上节奏啊 不然毒蛊和尸蛊很难在成长 幸运的是 心蛊和尸蛊的副作用 只是让蛊狮喜欢和动物还有尸体为伍 尸体败对和动物狂欢会 不是刚需 先定一个小目标 三个月内 把七爵蛊培育到足够匹迪四品高手的程度 制定目标后 许清安侧头看了一眼目难知 他已经沉沉的睡去 许清安起身离桌 走到床边 沉沉的看着大凤第一美人普通的面容 然后呢 他钻入了床底 啊 缓缓地吐出一口灼气 许白嫖只觉得找到了归宿 身心舒畅 嗯 现在可以再做一条总结 过度地使用某种古术 副作用会短期内增强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丽娜每次打完架都要大吃一顿了 许清安闭上眼睛 进入甜美梦乡 不远处的院子里 温暖如春的卧室 左右各有一具温软细腻郊躯的俊美男子睁开眼 感受到了腰部的酸疼轻叹雷一声 继续含水 迷糊之中 许清安听见有人在喊自己 豁然惊醒 他爬出床底 看见圆桌边坐着一个俊美年轻人 黑袍袖着金银丝线滑跪逼人 见他钻出床底 俊美年轻人那头就拜 大侠救命啊 他语气诚恳 与白日里表现出的桀骜跋扈 完全不同判若两人 这人怎么进来的啊 我竟然没有发现 许清安心里暗里 表面不动声色 萍水相逢 阁下草率了 大侠 好歹听我说完啊 黑袍男子苦笑一声 贫道天宗圣子李灵素 什么玩意儿 许清安脑袋挂在一溜的问号 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脸色 天宗圣子 他是李妙珍的师兄或师弟 我似乎确实听李妙珍说起过 他还有一个师兄在外游历 但是也太巧了吧 竟然在桌里遇到李妙珍的师兄 许清安默然的看着他 我凭什么相信你 李灵素坦然说道 你现在身处梦境 我已一缕原神之地入梦 是问若非道门弟子如何做到 难怪我没发现他进来 原来是原神入梦 许清安抬杠 巫师也可以 而且更擅长 李灵素一时哑然 他旋即叹息一声 我若是巫师啊 每日给自己补挂吉凶 也就不会露入他们姐妹之手了 许清安挑了挑眉 哎 难道那两个美人不是你的拼头 他俩的确是我的红颜知己 但我在他们身边啊 没有自由并不快乐 甚至还有点腰疼 你怎么在向谁炫耀呢 许清安的面皮抽了一下 沉声说道 说说看怎么回事 我好斟酌帮不帮你 还有为什么找上我 白天你是故意挑事啊 第925集 逃脱 天宗圣子李灵素连连作一 满脸的歉意 哎呀 这是为了试探阁下的能力 如果此事会让阁下因此陷入危机 今夜我便不会前来求助的 另外清姐不是试杀之人 双方没有接仇的情况下 他白日里会点到极致 嗯 看出来了 许清安坐在桌边 本想给自己倒一杯茶 突然想起这身梦境便作罢了 两年前我与师妹下山游历 问道红尘 途中游历东海郡 结识了东方姐妹 她们是东海龙宫的大公主和二公主 许清安缓缓点头 混乱之城东海郡 东海郡毗临东海 曾经属于大凤后被巫神教侵占 再后来又被大凤夺回 双方拉锯多年 在大凤和巫神教的默契下最后变成了混乱之城 东海郡的性质和云州一样都是混乱之地 但后者更加没有秩序 充斥着江湖势力散人 以及巫神教和大凤的通缉犯 东海龙宫在东海郡 是数一数二的势力吧 许清安对东海郡不甚了解 只闻其名而已 李灵素汉手 姐姐叫东方宛荣 是四品巅峰巫师 妹妹叫东方婉青 四品巅峰舞者 说起来啊 我之所以会惹上他们 纯粹是我师妹害的 她有着旺盛的正义感 在山中修行时啊 环境简单 接触的都是同门师兄妹 嗨 我们天宗啊 向来清心寡欲 便是欺负同门的事啊 都懒得去做 因此当时啊 我们并没有察觉到 她有强烈的正义感 下了山之后 她逐渐显露了本性了 但凡看不过眼的事 她都得插一脚 唉 阁下行走江湖 必定听过 飞燕女侠的名头吧 她便是我师妹 对于天宗圣子的吐槽 许其兰在心里点了个赞 也是因为一次行侠仗义中 我们师兄妹 结识了东方姐妹 呃 更 更因为一些机缘巧合 我与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哦 能详细说说过程吗 教教浩雪上进的孩子吧 她嘴角一挑 给人皮笑肉不笑的姿态 所以 与他们两人同时好上了 天宗圣子有些尴尬的点头 许其兰心里直呼内涵 四品巅峰啊 不管哪个体系 都是中流砥柱 是凡人领域的顶尖存在 这样的一对姐妹花 竟然愿意共事一夫 她看了天宗圣子一眼 目光里有了些许的认同 嗯 听你这么说 他们姐妹俩应该痴情于你才对 为何你要想着逃离 我言天宗圣子怅然 阁下修为精神 想必知道天宗吧 见许其安汉首 他便没有长篇大论地介绍天宗直言了当 我们天宗修的是太上忘情 何为太上忘情啊 师尊说既言不动情 若遗忘之者 我的理解是 不为情绪所动 不为情感所扰 忘情不是无情 有情却不为情迁 不为情困 达到一种超然腐蚀的层次 同化天地 所谓天之自私 用之至公 这个层次只能靠领悟 就像武者的画进 还有意 都需要自我领悟 许其安耐心地听着 其实什么都没听进去 抬起手 事实打断圣子的喋喋不休 皱着没说道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啊 自然有关系啊 李灵俗叹息了一声 唉 要忘情 必先要经历情爱 所以 他看了一眼许其安 见对方露出恍然之色 正要继续往下说 便听这位来历神秘的轻衣男子 吃笑道 哼 所以 你把他们使乱中气 李灵俗表情僵硬了一下 大声反驳 唉 并非使乱中气 只是我还有师门任务在身 我要寻找自己的道 再者 天宗圣子或圣女 将来是有要继承天宗大统的 我肩负师门重任 岂能儿女情长 不如就相忘于江湖吧 于是 跟着我师妹远走天涯 离开了东海郡 哦 好一个不如相忘江湖 死渣男 许其安心里富匪 但清姐和荣姐并不这么认为啊 他们认为 我是寡情寡义之辈 阴暗生恨 就在一年前 他们终于追索到了我们师兄妹的踪迹 我那师妹完全不顾同门之仪 袖主旁观 以至于我只能独自逃命 天宗圣子一脸伤心的表情 唉 最后也没能逃脱他们的魔掌 现在我修为被封印 原神被封印 被清姐和荣姐软禁在了身边 这是何等幸福之事啊 许清安满脑子的槽点 不知道如何吐 所以 你想让我帮你逃离他们的魔掌 天宗圣子连连点头 哼 许清安笑了一声 抱歉 无能为力 他们两人是四品巅峰 武者倒也罢了 其中一个是巫师 擅长补卦 你肯定有发肤血肉等物品在对方手里 对方只要补上一挂 就能算出你在什么位置 甚至 他们会因为你的腹心再次因爱生恨 直接给你一发咒杀术 当然 你的贴身之物不一定就在手里 也有可能在他们身体里 天宗圣子不慌不忙 镇定自若 清姐和容姐不舍得杀我 这点我可以保证 当然 就算他们选择咒杀术 我也没有怨言 毕竟我对他们的爱是发自内心的 左拥右抱也配谈爱 我好像没有资格说他 许清安仍是摇头 重点不是你有没有赴死的觉悟 重点是他们也许不舍得杀你 但绝对会迁怒于我 我不可能是两位四品巅峰的对手 此话何解啊 天宗圣子审视着他 皱眉 你完全可以利用天古一星换斗的能力 为我屏蔽气息 他们找不到的 这样很安全 他怎么知道我有一星换斗的手段 许清安悚然一惊 险些直接进入战斗状态 显桌子翻脸 但想到天宗圣子勉强算半个自己人 便忍了 第九百二十六集 帮忙 哎 别紧张啊 我曾经见识过一星换斗的能力 并亲自体验过 白天在街边偶遇 我便觉察到了天古的气息 这只有亲自容纳过天古力量的人 才能察觉到 不过你身上的本命骨还真奇怪啊 除了天古外 竟有使用暗骨 利骨和毒骨 还有心骨 琴骨和尸骨 不对 问题的本质是 你竟然容纳过天古一星换斗的力量 许清安问出了这个疑惑 此 此事说来话长了 当日我为了躲避东方姐妹 一路往南逃窜 逃到了谷族 得到了一位美丽的 活泼开朗的姑娘相救 她很同情我 便带我去了天古部 求天古婆婆使用一星换斗之力 屏蔽气息 阻断溶解的挂数追踪 哎 天古婆婆 你知道吧 是个非常强大的前辈 那后来又是如何被东方姐妹找到的 闻言 天宗圣子露出了熟悉的尴尬的笑容 后来我与那位谷族姑娘一见如故 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 我不顾一切地摸她 她也不顾一切地摸我 还立下了永不分离的誓言 许清安心里一动默默地看着她 那姑娘是 天宗圣子默然说道 她是琴谷部的姑娘 许清安听完险些捂着嘴笑出声 她保持着自己冷峻的人设 于是为了摆脱她 你自投罗网 让东方姐妹找到自己 天宗圣子叹息 唉 但和她在一起时啊 是真的快乐啊 我也是真的喜欢她 但她比清姐和荣姐的占有欲更强 还在我体内注下轻骨 另外 跟着荣姐和清姐 我尚有机会逃走 留在骨足 眼线众多 高手众多 手段诡诀 我根本逃不走的 天宗圣子的奇妙力险计 竟与三个女人纠缠不清 徐清安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你是极品秀卫 能使用几成实力 这关乎到我的计划 另外 我可以救你 但你得拿出让我足够满意的报酬 李灵素又惊又喜 认真思考诚恳说道 我是初入四品原鹰 当日下山游历 我和师妹都是因神境 一年后我也是四品 他只有五品 半年的追逐中 我无法陈下山修行 随后半年的软劲 我的修为被封印 并一直止步不前 我现在最多 能施展七品层次的力量 七品石器 免想操纵一些法器 哦 占五招啊 徐清安心里做出评价 李灵素说完继续说道 至于报酬 我现在身无分文 我的地 嗯 所有东西都留在师妹那里 有金银 法器 一些天才地宝 阁下救出我以后啊 我便带着你去寻她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分你一半 怎么样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阁下就算是不相信我 也该相信飞燕女侠的情欲吧 他一脸我师妹是大佬的表情 就江湖地位而言 李妙真确实是大佬级别 许清安斟酌许酒 我会试着帮你 但是不保证一定成功 当即两人低声商议 此日 李灵素醒来只觉得精疲力尽 伴随着腰部轻微的酸疼 伪道高品 道门体系的肉身增幅不强 远远无法和同境界的武夫相比 院子里风声呼啸 那是清洁在锤炼全意 温暖的卧室里 梳妆镜前披着青纱 妖枝纤细的妩媚女子 对镜梳妆 梳妆 梳妆 醒啦 李灵素掀开被褥下床 从后面搂住妩媚女子 好姐姐 我来帮你画眉 东方宛容 妖然一笑 她微微的扬起脸蛋 闭上眸子 李灵素边画眉边说道 平周瓷气温润 我想去逛逛 东方宛容促眉 我们的行程很紧 李灵素指度抚平眉心揉声说 别皱眉 有孙容解国色天香的美貌 东方宛容脸蛋脱红 那好吧 最多半日 午膳时必须启程 用过早膳 东海龙宫一行人上街 显白又招摇 与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徒步而行 没有乘坐大轿 两名四品巅峰上街 再怎么招摇都不为过 一路闲逛买了好些瓷器 李灵素刻意灌了一肚子茶水 低声说道 两位姐姐 我想接手 东方宛清汗手 清丽的脸庞没有表情 我陪你 当即带着几名侍女 与李灵素一起走向铺子内院的茅厕 东方宛清和侍女 停在远处并未靠近 远远监视 李灵素宣泄着膀胱的压力 低头看见粪草里有一只肥大的老鼠 半个身子浸泡在粪水中 抬起头 乌溜溜的眼睛看着它 我在厕所里 姐妹俩暂时分开 他低声说道 大老鼠扭头就走 几秒后 操乱的吱吱声传来 成群结队的老鼠出现在粪草里 他们凭借强大的弹跳力跃出粪坑 他们沉入院子 裹挟着满身的粪水 扑向东方宛清以及几名侍卫 同时犬吠声传来 十几只或大或小的狗 沉入院子 呲牙咧嘴的扑向东方宛清 这些动物不可能对武者造成伤害 但他们造成的混乱 让东方宛清在内的几名女子茫然不已 第一反应不是冲出包围捉拿李灵祖 而是鼓荡契机 震开恶臭熏天的鼠群和疯狂的狗群 于是就给了李灵祖非常宝贵的逃亡机会 许清安从李灵祖影子里钻出来 按住他的肩膀 不紧不慢的看了一眼远处的东方宛清 看见这位轻力脱俗的女子脸色大变 他收回目光沉声说道 走 两人旋即消失 混账 东方晚清纵身跃起 短暂的浮空 从高处俯瞰 房屋临次置笔 行人穿梭不绝 如何还能看见两人的踪迹 他铁青着脸 鼓荡契机降落在铺子前 垮过门槛 看着姐姐沉声说道 李狼被人抓走了 妩媚动人的东方宛容皱了皱眉 冷静的取出一张符纸 里面夹着衣簇发丝 他闭着眼 双手合拢 手捏发绝 补了衣卦 终于失去了冷静 化容失色 真不失笑 东方晚清柳梅倒树低声说道 是昨日那个轻衣人 昨日 那个来历神秘的轻衣人 东方宛容侧头 看向妹妹 与其有些交集 他为何要带走李狼 第九百二十七集 他叫许平智 东方宛容奸笑一声 虚空中拧出一道虚幻的 不够真实的巨鸟虚影 勾住他双肩 展翅翱翔 对于巫师体系的无品助记来说 掌控召唤英灵的第一件事 就是杀一头鸟腰 结下因果后 便能召唤他达到翱翔天空的目的 在中低品级里 飞行是一项几乎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手段 不管是战争还是战斗 制空权都无比重要 东方宛容操控巨鸟虚影 迅速朝东边飞去 四通八达的街道 无数行人昂起头 惊奇地对着天空中的东方宛容指指点点 东方宛清冷静地下达命令 分两批人马 一批朝北追赶 一批朝南追赶 半个时辰后 无论有没有结果 立刻返回 随行的下属们应诺 或在街上狂奔 或在屋脊腾月 各自追击 东方宛清则朝西边追击而去 半个时辰后 捉一宗无果的东方宛容返回平州 返回客栈小院 大公主 这是李公子留下的字条 一名侍卫慌忙迎上来 手上捧着一张纸条 李郎留下的 东方宛容急不上前 劈手夺过纸张展开阅读 容简清简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也曾想过 与你们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 共享人世繁华 但我肩负着天宗传承的使命 爱恨不由己啊 请原谅我的离去 我将寻找我的道 妩媚女子红着眼圈咬牙切齿 这个寡情寡义的复兴之人 老娘一定要宰了他 东方宛清返回客栈 看见姐姐坐在榻上脸色阴沉 他便知道姐姐也没能找回李郎 东方宛容从袖中摸出纸条 放在桌上 不兴汉是自己走的 东方宛清展开纸条 看完后 翘脸寒霜一片 压缝里一字一句挤出 下次见到他 拿舌双腿 让他一辈子跑不了 他忽而皱眉 低头重新再看 大声说道 这不是李郎的字迹 姐姐东方宛容恩了一声 嗯 虽非李郎字迹 但确实是他留的 那轻衣人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 不是吗 他一直在你我眼皮子底下 根本没机会留信 想来是委托那神秘人所写 趁我们上街后留在房内 哼 还算有点良心 东方晚清低头 又看了一遍信上的内容 美眸水波荡漾 似是被上面的话感动 昨日 他无缘无故找对方麻烦 我还觉得奇怪 不像是他往日的风格 如今想来 他是故意找茬 暗中与人家达成了约定 清冷如冰山的妹妹簇着眉 娇媚动人的淑女轻叹一声 啊 罢了 他想自由 就给他自由 这半年来 他确实不快乐 等处理了那件事 再把他寻回来 远离平州的某条山道 两匹马小跑前行 哎 徐兄 你替我留的信里 都写了些什么呀 徐兄 你这匹马可真俊啊 驼两个人 依旧游刃有余 是战马吧 李宁肃手里拎着一壶酒 风神俊朗 笑容阳光 徐兄看他一眼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雄星 只要是个眼狗 就一定会对他产生好感 而世上大部分人都是眼狗 这人是谁啊 啰里巴塑 没完没了 慕南枝半以在徐兄怀里 小声嘀咕道 大凤第一美人是罕见的 对高颜值男人无动于衷的女性 男人也好女人也罢 在他眼里都是臭八怪 许清安传音 他是李妙真的师兄 我们先走江湖讲究一个低调 你别把我真实身份曝光啊 慕南枝文言 短是觉得有趣 似笑非笑的看一眼李灵素 后者回了一个恰到好处的 礼貌笑容搭话道 这位是嫂子 不等许清安打话 慕南枝抢先解释 不是 只是结伴有力江湖而已 以他傲娇的性格 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和许清安有关系 路人甲便罢了 这个李什么的 是李妙真的师兄 勉强算个角色 李灵素心里一领 脊背冷汗刷的冒出来 心说 这该死的魅力啊 还没和这位大嫂熟悉呢 她就急着和自己男人撇清关系了 天宗圣子小心翼翼地观察许清安 诚恳地补充 嫂子气质出众 与那些妖艳见惑不同 与徐兄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非常般配啊 对 容貌方面 他们两个绝对般配 慕南枝一脸的矜持 看不出是满意还是不以为意 他侧头审视着李灵素忽然喝了一声 哼 这小子和你一样 都是擅长甜言蜜语的 所以才能哄得那对姐妹头怀送抱 喂喂喂 你这是在崩我人设呀 许清安在他柔软的小腰掐了一把 面无表情不作回答 天宗圣子文言眼睛一亮 徐兄也是风流人哪 这话似乎戳到了慕南枝的痛处 他痴笑道 他勾搭的女人可不比你那对姐妹花叉 不 是最差的也不比你那对姐妹花叉 许清安淡淡说道 他与你说笑的 又在他小腰掐了一把 慕南枝藤的眼角冒泪花 赌气的撇过头 李灵素笑了笑 这位大嫂显然是在替她男人吹雪 不 是在替她自己吹雪 大嫂的气质不错 这点是事实 但是容貌方面实在是一言难尽啊 别说是和清姐容姐比了 便是东海龙宫里的女士容貌都远胜于她 行了一阵 许清安借远处有一道溪流 当即说道 在溪边休息一炷香 不等天宗圣子回应 一排小木马的腿朝小溪奔去 李灵素当即跟上 只见姓徐的翻身下马 再把姿色平庸的妻子抱下马背 然后抽出一根猪棕刷子给马洗刷马鼻 大风马正 三十里刷一次马鼻 目的是防止马鼻沾染太多灰尘 导致马呼吸不顺畅 影响她的身体机能 李灵素心里算了一下 他们离开平州挑了一条山路 一路狂奔差不多有三十多里 她有过参军的经历 寻常的江湖人士没有三十里刷一次马鼻的意识 李灵素暗暗猜测 徐兄 沙子借我拥拥 李灵素笑眯眯的凑过来 徐兄以前是朝廷的人 徐清安点了一下头 在京城遇到魏当过差 后来得罪了上级被革职了 得罪上级 嗯 他叫许平智 不当人子许平智 这个称号在京城很有名 许清安以黑二叔的方式来怀念他 第九百二十八集交换情报 李灵素服务长微笑 巧了呀 徐兄原来是京城人士啊 正好我也要去京城 找我那薄清寡义不顾师兄死活的师妹 到了京城 我取回 嗯 取回自己的东西 便支付报酬 你想去京城 梦寐已久 京城是中原首善之城 论繁华 天下没有哪一座城市 比京城更繁华 李灵素露出相网之色 我虽被东方姐妹软禁半年 但依旧能接受外界消息 听说妙珍师妹在京城混得如鱼得水 她能在京城留恋这么久 足以说明京城有多美好了 另外 于我而言 京城是一个极好的修行问道的地方 因为京城教方司美女如雨 嘿 徐兄知我 李灵素一边刷着马逼一边笑道 嘿 据说京城教方司有二十四位花魁 各有千秋 擅长不同的才艺 甚至 他们本身就是大家闺秀 这样的女子最适合谈情说爱 祝我参透太上忘情之妙啊 而且与他们谈情几乎没有后遗症 不但没有后遗症还能白嫖 徐青安汉手身以为然 天宗圣子嫖一眼不远处的慕南枝压低声音 徐兄可有去过教方司喝花酒啊 有见过花魁吗 那位因为徐英罗明动天下的浮香花魁 你见过吗 不知道这二十四花魁是怎样的风情啊 他认为以徐签的修为和能力 在京城应该也是颇有地位 睡花魁或者有些困难 但是终归是见过的 浮香身段高挑 比例极好 一双大长腿 销魂尸骨 明艳身段柔软 躺着膝盖也能碰到肩膀 小雅醉是娇弱 常常哭喊着好哥哥饶了我爸 冬雪歌声月儿喜欢摇耳朵 慢慢热情奔放 许清安语气冷淡 我从未去过教方司 李灵素见他神色冷峻 便信了几分惋惜道 唉可惜了 顿了顿了他又说 其实这次下山游历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 拜访人宗参加弟子之间的天人之争 如果不是东方姐妹 天人之争本该是我出手 听说妙珍和那个楚元枕打了个平手 最后被许英罗两手押服天与人 其实只要我在那里 赢的人绝对是天宗 说到这里他露出了郑重之色 我事后根据情报汇总 分析过三方战力 楚元枕修行令辟蹊径 修仁宗剑法 武道也顶到极致 战力其实有限 至于当时的许英罗修为尚浅 靠着儒家的法术书籍才侥幸胜出 换成我是妙珍 我至少有三种以上的方法规避 反败为胜 他的语气眼神不像是在吹嘘 不 就算没有东方姐妹 你还是没机会赢 最后的结局多半是你把楚元枕逼急了 他抽出长剑把你劈死 许千安在心里这样说道 楚元枕那道蕴含十年书生义气的剑势 有多可怕呢 三品的镇北王都吃了大亏 刷完马鼻 两人继续站在西边闲聊 李灵素总喜欢把话题往女人身上带 许千安表面正经 实际上也不是个老实人 并不反对 天宗和仁宗虽然不对付 但仁宗的到手骆玉衡 听说是世间少有的美人啊 不但如此 仁宗的修行之法决定了 到达高品会被七情六欲缠身 也叫夜火缠身 夜火不但会灼烧本人 还会影响周围的人 勾起他们的各种念头 尤其是情欲为罪 这个我懂 我曾经在骆宇恒身上 看见善良的小姨 妈妈的朋友 以及朋友的妈妈和林家的大姐姐 许千安保持冷峻人设 知道一些 所以仁宗喜欢借助气韵修行 李灵素似乎吃了一惊 审视着徐千 徐兄知道的不少啊 徐千安沉默 两人半赏无言 徐千安忽然注意到小木马转了个身 动作轻盈 姿态曼妙 身体曲线玲珑啪的一声 他打了自己一巴掌 李灵素恶然道 徐兄 糟糕 用心骨操纵动物的副作用来了 徐兄冷冷开口 与你无关 为了化解略显尴尬的气氛 李灵素说道 其实我最想见识的 是那位镇北王妃 大凤第一美人 我和师妹行走江湖以来 提到女人 那些江湖匹夫们 总要提提王妃 说她是大凤第一美人 世上独一无二 比天仙还要美丽 我问她们 是怎样的美丽 她们却说不上来 因为谁都没有见过 谁都是听说的 徐兄恍惚了一下 不由的想起那天晚上 初见木楠之真容 那种心惊神窑的惊艳感 至今记忆犹新 她不是美不美的问题 她是那种很少见的女人 遗憾的是那晚天太黑 我没看见她的胸 李灵素笑道 这次去京城 我去见识见识 大凤第一美人的芳蓉 徐兄要是想知道 她长什么模样 但我见过了 肯定告诉你 断了断 她收起了轻浮的笑容 我听说大凤的皇帝 被许淫罗斩杀 朝天的告示说 袁景受到了乌神教的操纵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徐兄来自京城 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这是在试探我的身份 还是打算交换情报 许天安沉吟了一下 袁景是盗门二品 想长生久世 欲献祭国运与乌神教 被许淫罗斩杀 她的解释言简易改 听在李灵素耳中 却如晴天霹雳 批得她所有情绪 都产生爆炸倾向 批得她瞠目结舌 半上无声 她没想到事情竟有这样的内幕 不 其中还有更多的内幕 比如袁景竟然是二品 她如何怎样献祭国运呢 许淫罗又是如何斩杀她呢 此事背后迷雾重重 仅仅是这短短一句话 我就仿佛感受到了不久前京城的暗流汹涌 李灵素忍不住看了一眼 徐谦心道 此人的身份地位不简单啊 这时她听许清安说道 我听说天人之争的内幕并不简单 人宗道手若是胜了天宗道手 就能借此冲击一品 而天宗道手不管胜负都没有影响 但若是放弃天人之争 就会诡异的消失 你可知其中内幕 等等等等 天宗圣子连腿数步脸色大便 死死的盯着徐谦 声音略带尖锐 你究竟是谁 第九百二十九集前辈 面对惊恐的天宗圣子 许清安嘴角一挑 你猜 天宗圣子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徐谦展现出的神秘感太强 以至于他陷入巨大的困惑和茫然中 嗯 一不小心把天给撩死了 很显然 此事涉及到天宗隐秘 李灵素多半不会告诉我真相 想要套取情报就不能明着问 交换模式也不行 得让他自己自愿说出来 许清安想了想淡淡的说道 对你来说 这是天宗不能公之于众的隐秘 对于我而言 却是早在几百年前就知道的事 几百年前 李灵素微微张嘴 愣愣的看着他 他是谁啊 他活了几百年了 除了儒家以外 任何体系 只有四品以上 才能寿源悠长 这意味着 徐千至少是三品 不对 他虽然手段诡诀 但他连清洁都打不过呀 医术文件 各种各样的念头 在李灵素脑海里闪过 你连清洁都打不过 活了几百年 他皱了皱没质问道 我连一个四品都打不过 但古族会的我都会 李灵素一时哑然 竟说不出反驳的话 愈发觉得徐千这个人神秘莫测 知道 但并不代表了解内幕 李灵素刚张开的嘴闭了上去 他刚才还想质问 居然你知道天宗的秘密 刚才还要问我 结果呢就得到回答 没想到对方的逻辑如此缜密 天宗圣子沉吟片刻 我所知的并不比你多 但却有其事 当然 这不会记载在任何典籍里 但又无法瞒过任何弟子 理由很简单 天宗传承了数千年 高手辈出 晋升三品超凡层次后 就能拥有极为漫长的寿命 按理来说 即使会因为天洁 战斗等因素 折损部分前辈 但不可能全部死绝 但天帝人森宗 超凡高手 少之又少 帝宗修功德 却有入魔的风险 人宗夜火灼身 几乎没有度过天级的道手 那么我们天宗呢 天宗的太上忘情是大道 与夜火灼身 和坠入魔道并不一样 天宗的问题在哪里呢 很多弟子心里都有之类疑惑 然而注定无法得到答案 只有师门长辈和少数杰出弟子 我才知道天宗的修行之法 品级越高 越容易遭遇消失的危险 没人知道他们哪里去了 我猜测 就连师门长辈都不清楚 或许只有历代道手自己才清楚吧 但他们从来不会说 说完 李灵素看向许清安 以交换情报的姿态请教 徐 前辈知道 这些事是天宗机密 换成旁人 他是绝对不会泄露 但这个自称活了几百年的徐谦 一语道破 李灵素认为多一方或许比自己更了解其中内幕 看来你也不知道真相 我刚打算从你身上薅羊毛 你反手就薅回来 许清安保持着得到高人的人设 喝了一声 哼 到尊哪去了 李灵素瞳孔骤然收缩 表情呆滞 片刻后 他凝固的毛子微微颤动 呼吸随着急促 一瞬间他仿佛想通了以前很久没有想明白的疑惑 又或者以前的某个疑惑得到了解答 多谢前辈解惑 天宗圣子诚恳的做了个道理 我什么都没说 我用的是疑问句 许清安默默嘀咕 他没有继续纠结这个话题转而问道 你之前是怎么确认往西走 东方姐妹不会深追 哼 因为他们本来就要去西方 准确的说是去雷州 似乎是寻找一座浮屠塔 听容姐说 他师父能不能复活重生 就看此行了 浮屠塔 听名字就知道是属于佛门 雷州是紧离西域的州 属于大凤 东方宛容是巫师 他师父必然也是巫师 许清安皱了皱眉 难以将这些信息结合起来 仔细说说 具体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容姐的师父是纳兰听路 靖山城前前任城主 前任城主纳兰兰的父亲 山海关战役时被委员杀了 李灵素目光掠过许清安的肩膀 看见远处坐在大石上的嫂子正笑银银的看着这边 他心里一沉迅速低头 他怀疑这位嫂子在偷看他 但他没有证据 姿色平庸的女子并不在他参悟太上忘情的名单里 更何况他的男人是个可怕的人物啊 我这该死的魅力啊 天宗圣子定了定神 但你知道的 巫神教擅长元神修行 肉身一毁元神难灭 据我所知 那位纳兰天鹿是二品语尸 想必当年死而不将 元神被佛门拘走 这又和浮头塔有什么关系呢 许清安沉思 京城 景秀宫 太子坐在温暖如春的堂内 一身蟒袍 手里捧着茶盏 母妃 再过半月 孩儿就要登基了 太子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沉稳 似乎有着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静气 这是他最近一直向自己强调的细节 甲崩的父皇 战死的魏冤 以及依旧屹立朝堂的王守府 这些曾经全秉宣赫的人物 都有着四平八稳的气场 他作为即将登基的一国之君 自然也要喜怒不形于色 雍容华鬼 保养得当的陈飞容光缓发 走到太子身边 轻轻的抚摸他的袖子 激动说道 好 好 终于熬出头了 终于熬出头了 风雨动人的叔父眼泛泪光 他唤醒了片刻呼的皱眉 你要防着四皇子狗急跳墙 太子笑着摇头 不会 孩儿做了十几年的东宫之位 不管是民意还是朝堂 心里都是向着我的 我便是正统 如今父皇驾崩 国不可一日无君 朝野上下都期盼着孩儿能早日登基 而且那份告示张贴之后 孩儿在民间的声望立刻高涨 四弟不得民心毫无危险 说起来这一切都得感谢王首富 若没他相助 四弟恐怕还能仰照未原留下的藤羽 挣扎一番 你登基之后要多倚仗王首富 孩儿明白 陈飞满意点头忽然恨声说道 等你登基之后 母妃想让那个女人进长春宫 长春宫是冷宫 那个女人指谁不言而语 太子皱了皱眉 母妃 孩儿登基后 你便是后宫的主人 何必计较一个位分 她明白母妃的意思 母妃想当太后 更想把那个女人打入冷宫 但她是皇后名义上的儿子 皇后是她的嫡母 除非皇后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不然即使她登基 也不可能剥夺皇后的名分 我明白太子的顾虑 皇后早已失得 不配母依天下 我与你说 太子听完瞠目结说 半上没有说话 她万万没想到 皇后与魏冤竟有这样的往事 可如今魏冤已死死无对证 太子眉头紧皱 哼 欲家之罪 何患无辞 陈飞冷笑道 容我想想 第九百三十集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东宫 太子返回后 立刻派人传召王首府 他把陈飞的想法告诉王首府 首府大人是何意见 头发花白的王首府恍惚了一下 唉 原来如此 殿下为我结了多年的疑惑 他多了多人说道 殿下登大宝 遇事决断时 首先考虑的应是利益得势 而非血亲 若想以此原因废后 倒适合情合理 但殿下可曾想过没有 皇室的颜面何存 您登基之后 皇室颜面就是您的颜面 先帝死后 过往这一切都归咎于他 至此 大奉迎来新朝 这个节骨眼上 再闹出这样的事 丢颜面的 损名声的 不仅仅是皇后 同样是您 退一步说 就算这些殿下都不顾 非要坐视此事 那委员身后那名 许其安 他会答应吗 太子呼吸一致 表情略显僵硬 下一秒 他面色如常 首府大人看法很中肯 是本宫思虑不周了 他轻飘飘地带过话题 听说首府大人的千金 要与树集市许新年订婚了 王首府顿时露出笑容 已经择好几日 三个月后订婚 到时候可别忘了请本宫喝酒啊 今日阳光正好 穿着红裙 打扮华丽的表表 脚踏玲珑 在湖中游夜 水蛇腰扭啊扭 素雅穿着的怀请握着酒盏 站在岸边 看着没用的林安一边 惊呼一边发出银铃般清脆的笑声 许其安离京后 他能清晰地察觉到林安的状态 可谓一扫阴霾 虽然也会有发呆的时候 但大体上还是开心居多 里面的原因既有贞德死后 皇宫气氛云开雾散 也有太子即将登基 林安为嫡亲哥哥高兴 但怀请认为 最大的原因还在于许其安 他离开前 究竟对他说了什么 或是承诺了什么 如莲花般娇娇轻力的皇长女 皱紧眉头 暗戳戳生气了一下 他又把目光望向天边南南自语 山雨欲来 风满楼 父皇留下的烂摊子不算什么 云州的乱党 才是朝廷最大的挑战 也是那位即将登基的太子 最大的挑战 狭窄的山道 三人两旗 哒哒哒的奔驰 身后扬起一阵尘埃 黄昏前 许其安三人来到一座小镇 准备在镇上的客栈歇息 将就一晚 坐在客栈堂内的四方桌边 李灵素抿着着酒疑惑道 前辈为何不回京城 还有事要处理 在他的想法里 三人应该立刻北上前往京城 但徐谦却继续西行 丝毫没有返回京城的意思 你若是想去京城 可以自行离开 许其安给穆南枝倒了一杯酒 不成 离了你 我便失去了一星换朵的法术 容姐和清姐迟早把我抓回去 李灵素摸了摸腰部位置连连摇头 草草的用完完善 双方各自回房 许其安从地书碎片里取出大水缸和几盆毒草 摆在床边 希望他们能在花神转世的滋润下 该成长的成长 该进化的进化 嗯 以后不能在李灵素面前取出地书碎片 他多半是七号 很久以前 金连道长介绍天地会成员时 提到过七号被人追杀 且与李妙珍关系非同一般 七号和李灵素完美契合 他也曾说过 积蓄都在师妹李妙珍身上 话而言之 帝书碎片在李妙珍手里 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 李灵素对自己能否逃脱姐妹花的追杀 他没有太大的自信 而帝书是金连道长所赠 是帝宗的法宝 为防止这件法宝落入旁人之手 做好最坏打算的李灵素 把帝书碎片交给师妹 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时 徐清安内心莫名的触动 感应到了帝书碎片中 传来某件法器独有的波动 指尖倾口镜面 啪打一声 一只鸣克皱纹的海螺 吊在桌上 他抓起海螺凑在耳边 一个男人的声音清晰地传来 你 许清安保持着倾听的姿势 半晌 海螺里静悄悄的 半天没有动静 你 许清安陷入了沉思 坚政的二弟子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吗 他为此展开联想 开动脑筋 然后半天没动静的海螺里 终于传来声音 在 你 你 在 许清安眉头皱得更紧了 心说 这什么意思啊 这位二师兄想表达什么呢 他为此展开联想 开动脑筋 遗憾的是海螺里没有声音了 许清安猜不出二师兄的意思 无奈放弃 他出取鞋瓦 泡了一会儿脚 正要上床歇息 强大的听力捕捉到桌上海螺 传出细微的说话声 哪儿 终于来声音了 许清安低声重复 你在哪儿 他猛的扒高声音 你在哪儿 许清安脑海里闪过一连喘的问号 二师兄说的是你在哪儿 是在问我的位置 就这儿 是因为距离太遥远 法罗的信号不好导致的吧 许清安心里做出猜测 回应道 我在庸州边界 一个叫青崖镇的地方 等了好久 法罗里传来声音 好好的 然后又是永恒般的沉默 应该没事了吧 尖证给他法罗不行啊 信号这么差 他边吐槽 边走到柜子边 爆出一床干净的被褥 睡过去一点 你给我的位置也太小了 许清安把被子丢在床上 推了一下沐南枝的相间 你干嘛不开两间房 沐南枝扭过头来 亮晶晶的毛子里充满质疑 我担心你一个人睡觉害怕 许清安顺势钻入被窝 虽然睡着不同的被子 但是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近到他能属王妃的法司 近到鼻端闻到了花神转世独有的幽响 沐南枝瞪他一眼 转过身面朝墙壁背对着他 凌乱法司间 雪白细腻的脖颈若隐若闲 许清安往里靠了靠 沐南枝也往里靠了靠 敌退我尽之间 沐南枝被逼到墙边退无可退 他转过身来瞪着眼 你想做什么 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擒鼓先动的手 许清安沉默了一下 无法回答 他凝视着沐南枝平庸的五官低声说道 我我想再看看你的模样 真实的模样 沐南枝的脸唰的一声瞬间红了 连带着耳根也红了 两人在黑暗中对视 呼吸渐渐急促 心跳渐渐加剧 A上去 A上去 就在许清安打算搏一搏单车便摩托的时候 他忽然听见第三个人的心跳声 顿时大惊失色 豁然抬头看向床头 一个白衣树是站在那里 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男女 对 对